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第20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首先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这一章总共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 介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 第二节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第三节 也是我们这一章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具体的快捷处理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章考前分析 这一章属于重点章节 注意 我们给它的定性是重点章节 我们前面有很多章节说比较重要的章节 一般情况下考了两分 那么这一章相对来讲重要性要提高了 属于重点的章节 主要考点包括第一 非货币性资产与货币性资产区分 经常会考一些选择题 哪些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或者说哪些属于货币性资产 第二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三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快捷处理 包括换入资产的出值 计量金额的确定 以及换出资产 终止确认时产生的损益的确认 涉及到一些计算的一些问题 那么前两个考点呢 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第三个考点 涉及到具体的快捷处理 这一章是2020年教材重新编写的章节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这一章属于重点的章节 2021年考进的应当已重视 这一章可以结合我们前面的 长期股权投资 金融工具 收入和后面章节 债务重组等等 结合在一起 在计算分析题里面 或者是综合题里面 考察我们这一章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最近三年考试提醒的都是为客观题 但是请大家注意 不能因为前面考的都是客观题 我们就以客观题来看待 这一章刚才提到了 完全可以在计算分析题和综合题里面来考察 今天教材呢 这一章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下面呢 我们进入本章知识讲解 首先看第一节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概念 掌握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叫非货币资产交换 第二个问题是 非货币资产交换 不涉及的交易或者事项 也就是说在第一节里面 主要都是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相关概念 在第一个标题里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叫货币性资产 第二个是 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 第三个问题是 什么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首先看括号一 什么是货币性资产 以及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 给大家画了一个表 什么是货币性资产呢 所谓货币性资产 是是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 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 货币性资金的权利 比如 像现金银行存款 这些都是货币资金 没错 比如 像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这些呢 属于 收取金额是固定的 或者说 可以确定的 这样货币资金的权利 也都属于货币性资产 举例 咱说 比如说 像这个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的话 将来 如果是不带息的 那我将来 收取的金额 就是表面金额 那这个金额是固定的 或者说 可以确定的 比如说 带息的 应收票据 带息的应收票据 那它就是一个 可以确定金额的 本金多少 利息多少 我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么 这一类资产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将来为企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即货币的金额是固定的 或者说是可确定的 称之为是货币性资产 那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呢 那太好办了 只要不是货币性资产 那都是非货币性资产 也就是货币性资产以外的 都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比如像从货 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 等等等等 这些资产有特征 什么特征呢 那就是 它给企业所带来的 未来的经济利益 它是不确定的 比如这个从货 从货将来出售什么价格 实际上是根据市场来定的 所以这个市场上 价格是不确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未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是不固定的 或者不可确定的 同样的像长期股权投资 无形资产等等 像这些都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这儿一个提示 大家注意叫预付款项 这个问题很特殊的 预付款项呢 我们一般认为 它属于资产了 那么资产的话 就像我们实务单装 我先预付一笔定金 我购买 比如企业购买从货 我要预付一笔定金 或者购买固定资产 我购买固定资产 购买这个设备 对方要求我先付个百分十 那我预付百分十 那么这个百分十记载什么地方 预付账款里 那这个预付账款呢 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理解为 那不就像应收账款一样吗 不是的 有个问题 应收账款将来给企业 带来经济力是吗 是货币资金 或收到钱 而预付账款不是这样的 预付款项 将来给企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它是不固定的 或者不可确定那些非货币资产 为什么这么讲 举例在说 我购买这个工程设备 比如将来是购买是在建工程 或者说我购买的设备是固定资产 我预付一笔定金 那我将来收回来的是什么 是在建工程的 比如说购买的一些工程物资 或者是购买的一些固定资产 那像这些而提前支付的款项 它给我带来的经济利益 它不是货币 它是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或者说我购买从货的时候 我先预付了一笔定金 我将来收到的是什么 是从货 那收到的都是属于什么 都属于 未来金额是不固定 或者不可确定的 这些非货币资产 所以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属于非货币资产 这儿呢 请大家做个记号 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关于这个 项目啊 我们等后面财务报告来一张 还要给大家说 这个预付款项呢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它有可能 是作为属于非流动资产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讲 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提示一下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2018年的多选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货币性资产的有哪些 货币性资产 银行存款肯定是咯 那这个就不能算了 我们前面讲 刚刚讲过这个问题 还有呢 以公允价值计量 切其变动 进入当机损益的金融资产 像这个不能算 因为你将来的价格是不确定的 今天取得这个资产 将来涨得多 那我获得的经济力就高一些 将来呢 可能跌了 那产生的经济力就少了 或者说涨幅比较小一些 那给我企业带来经济力 它就小一些 少一些 所以它未来带来经济力 是不固定的 是不可确定的 所以它不是 那这个是D 应收票据 通常情况下属于货币性资产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A和D 两个选项 这个选择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 即特征 刚才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 什么是货币性资产 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 那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呢 那顾名思义了 那肯定是非货币性资产 与非货币性资产之间 在进行交换 称之为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它是指企业主要以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等 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 假公司以非货币资产 乙公司以非货币资产 双方进行交换 比如假公司从货 与乙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交换 从货对我来说是非货币资产 固定资产对对方来说 也是非货币资产 那么双方呢 进行一个交换 那这种交换 这种交易呢 就称之为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当然了 要注意个问题 在失误当中 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我从货是80万 你的固定资产100万 那我们俩交换 你肯定不干咯 那我拿个100万换你80万 肯定不干 那要么这样 我再补你20万差价 我80万的从货 加上一个20万的现金 与你的100万的固定资产进行交换 OK 那就可以了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这个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少量少到什么程度 这一点呢 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到认定 先提一下 有这么一点 下面呢 再看一下 非货币资产交换 有哪些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交易对象 主要是非货币资产 主要是非货币资产 可能会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第二点 非货币资产交换 是以非货币资产进行交换的行为 双方都以非货币资产交换 所以呢 它属于一个互惠的转让 就是亿货交易了 双方都是有互惠的 好 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 非货币资产交换 一般不涉及货币资产 主要都是非货币资产 当然有可能会出现 少量 涉及少量的货币资产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种情况 那这就是有关 非货币资产交换 它的概念和它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 就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般情况下不涉及货币资产 但是有可能会涉及少量的货币资产 少量少到什么程度 我们准则里面有个量化的标准 那就是这个比例是否小于25% 怎么去判断是否小于25%呢 下面我们看一张表 从双方的角度 一个是支付补价的企业角度 另外一个是收到补价的企业角度 从支付补价的企业角度来说 支付的补价 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与支付补价两者之和 所占的比例要小于25% 或者将这个分模换为什么呢 换为换入资产公允价值 要小于25% 怎么去理解 等会给大家举例子 从收到补价的企业来说 收到的补价 占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分模 或者分模替换为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收到的补价 两者之和所占的比例 小于25% 这文字比较抽象一些 所以我下面给大家 以公式的形式 以公式的形式来体现 比如站在支付补价的企业角度 甲林举个例子在说 甲公司 以80万的从货 加上20万的货币资金 与公司100万的从货 固定资产吧 100万的固定资产 进行交换 双方都是非货币资产 但是甲公司设计了20万的货币资金 那么这一项资产的交换 是否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么站在甲的角度 支付的补价多少 20万 比上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对加上来说换进来的资产 公允价多少 100万 那么就等于20%吗 小于25% OK 符合条件的 或者另外一种计算 支付补价20万 比上风波 风波是换出资产80万 加上支付补价20万 这样算出来也是20% 小于25% 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这两个公式 一般情况下 算出来结果是相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换进来的资产的公允价值 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加上支付的股价 我说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也有可能不相等的 我们现在讲问题先简单一点 一般情况 所以呢 两个公式都可以算 根据题目给的条件 题目只给了这个条件 那我们要按照这个算 他没有给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他只是给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就按照这个算也可以 这两个都给了 我按照这个公式算 也可以 同样站在收到补价的企业角度 收到补价20万 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 换出去是多少 100万 也是等于20% 或者另外一个公式 收到补价20万 换入的资产 从获是80万 加上收到的20万 那么算出来也是20% 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小于25%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我们以后再做题目 可能题目首先让你判断一下 该项资产置化 是否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并说明理由 你算好以后 你要先说明你的观点 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理由 理由你要列个式子 把算出来1% 1% 算完以后还不够 你一定要写上 小于25% 月娟老师认为 你这才是真的理解这个问题 虽然你心里知道 你不写出来是没分的 要小于25% 一定要把这个标准说一下 好 这是给大家先讲一下 这两个公式怎么去利用 我们刚才文字还比较抽象 给大家这样一个公式写出来 就比较清楚了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提示 在计算补价比例时 上述计算公式当中 所涉及到的公允价值 包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都是指不含增值税额 税额的 不包含增值税的 另外 这一点特别容易做错的 就是支付或者收到的补价 也不包含增值税的差额 这什么意思 补价就补价嘛 怎么还有增值税差呢 这个差额在里面呢 下面我们把问题复杂化一点 刚才只是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资产的公允价值 一个80一个100 支付补价20 我们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没有什么增值税什么之类的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复杂一点 也是我们在做题目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的 今天这个例题讲完了 大家就有印象了 以后做题就会注意这个考点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 假公司和乙公司 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假公司将其一项无形资产 光允价值800万 相应的增值税额104万 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假公司将其一项无形资产 光允价值800万元 相应的增值税额是为72万元 题目已知 有可能它是按照9%的增值税 税率来计算的 与乙公司的一项固定资产 光允价值1000万元 相应的增值税额是130万元 进行一个资产置换 这就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了 另外根据题目条件 假公司还向乙公司支付了 银行存款是258万元 含增值税的税差58万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站在假的角度 它以一项800万的 无形资产 这个800万呢 它是一个72万的增值税 予以公司的一项固定资产 建议交换 固定资产的光源价值1000万 增值税130万 我们在交易时 交易的总的款项 应该是含税的 比如咱们去商场去买个东西 那你所付的钱 那都是含税价 所以他们俩其实相当于在进行交易 我花钱买你的无形资产 你花钱买我的固定资产 这里面请大家注意 一个是不含税的价格 一个价差 你800万一个1000万 所以两者相差200万了 另外我这个资产呢 我要卖给别人 我能卖1130万 我到手1130万 假如你公司把这个固定资产处置 那增值税啊 光源价值1000万还一增值税啊 那1130 那么加赖说 同样的道理 他的无形资产 如果对外出售是800万 光源价值加上增值税 消息税是72万 他能拿到872万 所以这里面除了一个200万的 一个差额之外 还涉及到一个增值税 也有差额 差多少呢 差58万 所以对仪赖说 他要求假公司 不仅要付这个价差200万的补个差价 还有一个税差58万 也要算进去 那么要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算判定是否属于非货民自然交换时 这些公司里面所有涉及到金额 都是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在里面 包括支付的这个补价 分子啊 他也不能算 下面我们就这道题给大家演示一下 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也就是支付补价企业角度 分子支付的补价200万 注意 我们就没有把那个58万加上去 那个税差不能算 要剔除掉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 如果题目给了一个支付补价258万 有同学可能就会把258万作为分子来计算 那就错了 我们还要把这个税差要剔除掉 甚至有的考试 他不像我这给你提示了 含增值税税差58万 他直接就是向以公司支付银行增值税的税差 你得算算 一个是130万 一个是72万 相差58万 58万再从这里面剔除掉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一定要细心 在判定这个百分比的时候 一定要把增值税的部分剔除掉 全部按照裸价来算 不包含税收 这个增值税金额在里面 分模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1000万 也是不含税的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判断的 因为题目给的条件 公营价值1000万 关键是分子 这儿呢 一不小心就写成258万 好了 那这样算出来是20% 或者分子是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800万 加上支付的补价200万 全部剔除掉增值税 也是20% 最后下结论 假公司上述交易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再来看乙公司 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站在收到补价的企业这一方 收到的补价分子 剔除掉增值税200万 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1000万 或者是换入的公营 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800万 加上收到的补价都要剔除掉 增值税算出来是20% 因此得到结论 乙公司上述交易 也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要注意 考试题目里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增值税问题 如果这道题要考虑增值税 那你要把这个补价里面 要剔除掉增值税的税差 这就是我们这刚才给大家所写的提示 所有的公司里面 所有的金额都是裸价 没有增值税的部分 好 那这个问题给大家提醒一下 下面看第二个大问题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涉及的交易或事项 首先看括号一 是用其他会计准则的非货币资产交换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下列这些交易或者事项 它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来进行会计处理 而是按照其他的会计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比如 第一个 协议从货换取客户的非货币资产 举个意思 甲公司以其生产的产品 与已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置换 对甲公司来说 该项资产的置换应该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我已从货和你的固定资产进行交换 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就像我前面给大家这儿举的例子 甲公司已从货和已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交换 判断下来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但是一个问题 这儿我刚才没有说 刚才我们只是在计算 或者说只是在判断 该项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判断下来 是 也就是说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但是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事情是 虽然它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但是 对企业来说 对这个企业 甲换出从货的企业来说 它不能按照今天我们这一张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这里面的逻辑 大家一定要清楚 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吗 对甲来说 以及生产的产品 换取已公司的固定资产 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但是不能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 来进行账务处理 那适用于什么呢 对甲来说 他已从货换出去 换进来固定资产 应当照我们前面学习过的收入准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企业已从货换取客户的非货币资产 比如我换进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换出从货的企业对它而言 它不能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当按照收入的会计准则 来确认换出从货的收入 我们前面讲过 这实际上是属于非现金对价 对换出从货的企业来说 它不是收到的是货币性资产 它收到的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属于非现金对价 那么非现金对价要按照什么 按照收到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入战 所以收入准则 对企业应转让从货取得的非现金对价的情形 的会计助理做了相应的规范 那这个呢 我待会后面给大家专门再写一个版书来比较一下 好了 第一个问题给大家解释这一些 企业以从货 自己生产的产品 换取非货币性资产 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但不能按照 非货币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 应当按照什么呢 收入会计准则 第二 非货币资产交换中 涉及企业合并 一旦涉及到企业合并 包括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包括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那么 我们不能按照 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当适用于企业合并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如果涉及到合并报表的话 还要按照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第三 非货币资产交换中 如果涉及有金融工具 确认企业准则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比如涉及到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或者说涉及到债权投资 像这些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或者说涉及到交信金融资产之类的 那么像这些金融资产 它的账务处理 不能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当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 以及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准则 什么意思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中 涉及有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所规范的金融资产的 那么比如我换进来 有金融资产 或者我有换出去 也有金融资产 连同多项一起换出去 或者单独一项金融资产换出去 那么对于金融资产的确认 我取得了 我换进来的是金融资产 那叫确认 要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 或者说换进来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都要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叫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的话 那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金融资产转移了 我换出去又金融资产 那叫终止确认 那么按照金融资产 转移的准则来做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那如果非货民资产交换中 涉及到由租赁准则 所规范的使用权资产 或者应收融资租赁款 这些都属于资产 使用权资产 应收融资租赁款 站在承租人角度 有个使用权资产 站在出租方角度 涉及到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这些相关资产 它在确认终止 确认个计量时 要按照租赁准则 不能按照我们这一张要求来做 第五 如果非货民资产交换 构成权益性交易 这个权益性交易 我们教材上 并没有给它一个定义 什么叫权益性交易 那这个名词呢 我想等到合并报表的时候 再给大家具体讲 在这简单说一下 对于这个权益性交易呢 它这种交易啊 它是确认权益 也就是最终啊 它是确认到 所有的权益里面的 而不确认损益 先简单的说一下 它是不确认损益的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非货民资产交换 构成权益性交易的 应当适用于权益性交易的 有关会计处理 企业应当遵循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来判断 这个非货民资产交换 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构成权益性交易 那就不能按照 非货民资产交换的准则来做 比如 第一 非货民资产交换的一方 直接或间接 对另一方持股 且以股东的身份进行交易 它是以股东的身份 来进行参与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交易产生的差额 它是不确认损益的 要寄到权益里面 所以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来做 第二 非货民资产交换的双方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的 最终控制 那其实是在一个集团 企业集团内部 来进行的 而且该非货民资产交换的交易实质 是交换的一方 向另一方进行了全性分配 我们书上也没有具体展开 我在这儿举了个小例子 例如 交换的一方 是以生产的从货 向另一方进行一个利润的分配 那么这个利润分配就是一个全性的分配 或者交换的一方 接受 注意接受 另一方的全性投入 比如这一方接受另一方 是以固定资产的投资 那站在我接受这一方来说 我收到固定资产以后 我借固定资产 代方是代所有的权益的 比如代失收资本 代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等等 比如我们书上举了个例子 他说集团重组中发生的 非货民资产的划波划转的行为 在股东或最终控制方案的安排下 企业 比如这个企业 我假的设为假 无代价的 或者以明显不公平的代价 将非货民资产转让给其他企业 比如转让给乙企业 举例在说 在某公司的安排下 要求假公司将其移动搬关大楼 无产转让给乙公司 假以公司都属于某公司下面的子公司 那就是无产转让 或者象征性的 一块钱的价格转让 或者是接受其他企业的非货民资产 站在 以企业角度 那就是接受其他企业的非货民资产 那么该例转让的实质 是企业在进行全性的分配 或者是接受了全性的投入 所以它不适用于非货民资产交换的准则 应当适用于全性交易的相关会计处理 来进行有关规定 来进行账务处理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它实际上是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的转让 不符合我们前面所讲的非货民资产交换的特征 我们前面讲了非货民资产交换 其中一个特征是双方是互惠转让 互利互惠的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显示公云的 不公平的一种交易 所以它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来做 接下来一个版书就是对前面所讲的 企业已生产的产品以从货 与另外一方非货民资产进行交换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企业已自己生产的从货 和对方进行一个交换 对方比如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换取了非货民资产 对于企业来说 这属于以非现金对价转让商品 所以它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当适用于收入准则 在收入准则里面有相关的规定 如果企业以生产的从货 换取对方的是非货民资产 比如换取了是固定资产 那么要求这个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应当按照非货民资产 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 确认为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该固定资产是按照自身的公允价值助长 该固定资产按照合同开始日 自身的公允价值助长 同时以这个金额来确认收入 相反再举例子 如果假公司不是以从货换进来固定资产 而是以自己的一项无形资产 换进来固定资产 那这个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并按照并适用于非货民资产交换的准则 举例子我们这写个分路 刚才讲了换进来是固定资产 换出去是无形资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此时固定资产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换入的固定资产 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我这个入战金额是取决于它的 取决于无形资产 我换进来的换进来的固定资产 是以换出的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计量的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口康 才按照固定资产自身的公允价值 否则是按照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来入战的 就一般情况下 换进来的固定资产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按照换出的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 但是我们刚才这并不是这样 如果你把从货换出去 当然这是第一笔分路确认收入 第二笔分路还要截转什么 还要截转成本 把从货截转掉 并不是以从货的公允价值来确定 固定资产的入战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固定资产是按照自身的公允价值入战 并按照这个金额确认收入 在收入了一张关键事件这个 此时非现金对价 它的交易价格的确定 是按照换入的非现金对价 在合同开始的公允价值入战 所以在两种情况下 都是换进来 虽然都是换进来是固定资产 但是固定资产的确认金额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这是两者之间要区别开来 尤其是这个问题 它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来做 而应该按照收入准则来进行快捷处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对于甲公司而言 夏磊各项中不适用于看清题目 不适用于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进行快捷处理的 A 甲公司以一批厂成品交换以公司一台汽车 虽然它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但是不适用于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进行快捷处理 而应该按照收入准则来做 所以A 是答案不是用的 B 甲公司一所值 丙公司20%股权 具有重大影响的这个股权交换以公司一批原材料 因为具有重大影响 那还不是企业合并 所以这种情况下 适用于非货民资产交换政策 C 甲公司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换以公司一栋半滚大楼 那这个虽然属于一个非货民资产交换 你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属于非货民资产 但是它涉及的是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所规范的金融资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这么一下 那你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对于该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应该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以及金融资产转移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C是单 D 奖公司一项专利权 交换以公司一项非专利技术 同时以银行存款支付补价 所支付补价 占换出专利权的光云价值是30%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一个30% 我出这个题 这个D选项 主要是考一项 有一些同学是马达哈 他一看到所占的 所支付的补价 占换出资产的光云价值 30% 那就不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所以他说D是答案 D不是答案 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支付的补价 占换出资产的光云价值 我们前面要求怎么算呢 风模式换入的资产的光云价值 或者是换出资产的光云价值 加上支付的补价 我们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定你这个光云价值是100万 那这个所占补价30% 那不就30万吗 是不是 30万 当然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了 诶 那你的风模是多少 风模实际上是100 加30 那分子是多少 分子是30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你算一下结果就知道 它实际上是小于25%的 不要一看到30% 那肯定不是了 一定要细心深入下去 所以D选项 它适用于非货物质产交换的准则 我们在这给大家写了个提示 上面分析 这道理答案是A和C 上面分析 我们刚才已经口述过了 关键是这个D 选项D算不算的问题 假设换出专利权 供应价值为A 支付补价的金额为B 那么根据体面的条件 B是等于A的30%就0.300 那这样算出来是23.08 是小于25%的 所以它适用于非货物质产交换准则 所以这道理答案是A和C 所以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 马达哈就把这个D给选进去了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刚才括号一讲的是 不适用于可能有些交易事项 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可能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但它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该按照其他的相关准则来进行账务处理 接下来的问题说什么呢 它只是涉及非货民资产 但不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 规范范围的情形 它可能有非货民资产 但是你不能说一涉及非货民资产的话 就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这个肯定是行不通的 首先你要属于什么 属于非货民资产 然后我们再判断是否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即使属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还不一定能够全部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就像刚才括号一说的 所以括号二讲的是 涉及到非货民资产 但是它不能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进行账务处理 第一从政府无产取得非货民资产 这不是涉及到了吗 不可以按照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而应该适用于什么 适用于政府补助准则 第二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分配给所有者 这个问题很多同学比较陌生的 其实我们在第十五章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那一块提到了 我们叫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叫持有代售 今天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企业有可能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分配给股道 其实也适用于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这个准则来账务处理 就像我这给大家写的一句话 这种资产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持有代分配给所有者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第十五章强调过 持有代分配给所有者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也是用于四十二号准则 虽然我们四十二号准则说叫持有代售 你认识持有代分配 也是参照第十二号准则来做 所以这一块虽然涉及到非货币性资产 但是应当按照什么 按照四十二号准则来做 不能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不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范围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范围 这个我们前面也接触过 这属于职工薪酬的内容 不能按照今天的会计准则来做 第四 企业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取得的非货币资产 对方以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是接受投资 我们给对方股份 我们收到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这个是用于其他的相关会计准则来做 第五 企业用于交换的资产 目前尚不存在 或者尚不属于本企业 你既然都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 那就不是我们的非货币资产 所以不能适用于我们今天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要让其他的准则来进行处理 好 这是从两个方面 给大家再理一下 这块问题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特别容易混淆 括号一讲的是 下列交易事项 有可能是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比如像这种情况 是 但它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或者说 它是非货币资产交换当中 涉及到了金融资产的内容 我们对于这个金融资产呢 要按照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来进行 快捷处理 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的准则 这一点我们到后面会接触到 这是第一个方面 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虽然有可能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第二个问题说的是 它仅仅涉及到非货币资产 但不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规范的范围 所以这一块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2020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 假公司发生的交易或事项状 不适用 先要审题 不适用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进行快捷处理的有 A选项 假公司以专利权 这是一项非货币资产 以专利权作价 对其合营企业 合营企业进行增资 这个问题呢 我们前面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讲过 那就是 合营方 向 合营企业 投出 非货币资产 我以非 货币资产 作价 向合营企业进行增资 所以这个A的选项呢 它实际上属于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 适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 但是呢 它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A选项 它有个争议 它如果按照这个交易事项 如果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也可以做 做下来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一致的 如果你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 套进去 做的结果 其实与我们在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的要求 它的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A选项呢 有争议 在中注协所公布的答案里面 它是A选项 说是不适用的 它的观点呢 应该说就是认为 这应该是长期股 适用于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 但同样的这个交易事项 也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既然也适用于 所以呢 我们题目问的是不适用 那你这个交易事项呢 适用于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也可以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因为我刚才讲到 结果是一致的 那么A选项 我们不作为答案 因为答案呢 是不适用于 那么A选项 你要说 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做也行 做下来结果和我们第六章所学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的 结果是一致 所以这个A选项呢 我们不作为答案 B选项 甲公司以出租的产房换取 以公司所持有的年营企业的投资 这是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么企业以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方式 取得了年营企业的投资 那这个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所以B选项是适用的 C选项 甲公司以持有的五年期债券投资 换取秉公司的专有技术 这个涉及到金融资产了 那么对甲公司来说 以这个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也按照金融资产的相关准则来做 所以适用于金融工具相关准则的会计处理 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C是答案 D 甲公司已生产用设备向股东分配利润 这个不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了 既然不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也就是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了 所以这道题里面主要是A选项有点争议 你要是站在长期股权投资的角度 那认为那应该是适用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准则 但是呢也能按照他的特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也能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做 所以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最后的结果 会计处理的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道题呢 A选项有点争议的 那因此呢 一定要按照题目来说 不是用的 那你A也能是用 也能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来使 账务处理 所以我们最后定下来还是 当然是C和D两个选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第二节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确认原则 第二个是计量原则 第三个是实质性的判断 商业实质的判断 也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问题 首先看第一个答案问题是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确认原则 企业应当分别按照下列原则 对非货币资产交换中的换入资产进行确认 对换出资产终止确认 第一换入资产应当在即符合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 这毫无疑问 你要确认必须要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并满足确认条件 我们在第一章讲资产的定义及资产的确认条件 就已经提到了 对于换出资产应当在满足资产的终止确认条件时 予以终止确认 其实都还是挺超向的 这种处理原则 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对于非货币资产交换进来的资产 我们视同为购买进来的 企业将换入资产视同为购买而取得的 对于换出资产来说 我们就视为是销售或者处置 按照相关准则进行终止确认 这是总的一个原则 大致了解一下 下面第二个问题 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 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 有可能不一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题目都假定是一致的 那就是第一点 确认的时点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那么我们就同步确认 什么意思啊 一方面我们确认换入的资产 同时我们终止确认换出资产 这叫同步确认 第二 那如果只是短暂的不一致 短暂的不一致 那么我们就根据数晚的时点 企业可以按照重要性原则 再换入资产 满足确认条件和换出资产 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你这两个呢 可能间隔的时间比较短 而不一致 那就按照数晚的时点 谁 哪个时间点晚 我们按照那个时间点来确认 那就是数晚的确认 这是第二种情况 再看第三种情况 那就干脆不一致 在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 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 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下 在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当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规定的下列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换进来的资产 满足资产确认条件 而换出资产 尚未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确认换入资产 这个已经满足了 我先确认 但是换出资产 尚未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那怎么办 将交付换出资产的义务 确认为一项负债 因为你这个换出资产 还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所以没有终止确认 没有终止确认 其实还在自己的表内 但是呢 我们换进了 把人家的资产已经换进来了 已经确认了 那就意味着 企业承担了一项义务 你这个资产 等于没有终止确认 所以承担了一项交换 交付换出资产的义务 把这个义务寄在作为一项负债 比如寄在其他应付款里面 等将来 这个换出资产 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我们予以终止确认 资产减少 同时将这个其他应付款 充减掉 负债同时减少 第二种情况反过来 换进来的尚未满足条件 确认条件 而换出去的 已经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也就是说 我给人家的已经终止确认了 人家给我的这个资产 还不满足确认条件 所以我还没有确认 但是我有这个权利 所以呢 要将取得换入资产的权利 确认为一项资产 记在其他应付款里面 等将来 我满足确认条件了 我增加换入资产 充减其他应付款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分三种情况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刚才讲的是 非货民资产交换的 确认原则 那下面第二个问题 讲的是 非货民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 也就是账务处理了 按照什么金额来计量 这个计量原则分两种 第一 以光影价值为基础计量 第二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 那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是计量的条件 什么时候按照光影价值计量 什么时候以账面价值来计量 首先我们看 以光影价值为基础计量 非货民资产交换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应当以光影价值为基础计量 注意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是 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什么叫具有商业实质 我们前面也切除过好几次 等一会儿 我们今天这一章会详细说明 什么情况下具有商业实质 什么情况下不具有商业实质 好了 首先知道一下 该项交换必须要具有商业实质 第二 换入资产或 注意这个字 或换出资产的光影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说明什么 两项资产我不要求都知道 两项资产的光影价值 我起码要知道一个 一种情况是 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 光影价值都能够可靠计量 那没问题 第二是 我知道换入资产的光影价值 也可以 或者说 我不知道换入资产 但是我知道换出资产的光影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那也行 但是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一 具有商业实质 二 换入或换出 光影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 按照光影价值为基础 相反 扎面价值不是这样的 但非货币资产交换不满足 非货币资产交换规定的光影价值为基础计量的条件时 也就是说不满足这些条件时 我们按照扎面价值为基础来计量 比如什么情况呢 一种情况是 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具有商业实质 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了吧 虽然你这两个都知道 可能都知道 那也没用 第二 或者虽然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 换入资产 何注意 这一块看清楚 何 两个都不知道 你具有商业实质吧 你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 这两个金额你都不知道 那就不符合 供应价值计量的条件 这两个金额 哪怕你知道一个都行 你具有商业实质嘛 前提是你具有商业实质 然后这两个金额 哪怕你知道一个都可以 那都没问题 都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问题是 这两个都不知道 这两个都不知道的话 那没办法 你供应价值都不能确定 都不能可靠计量的话 那就没法以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那就只能以 张面价值计量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既不具有商业实质 又两个金额都不知道 两个资产的供应价值都不知道 那还用说 那什么都不用讲 那肯定都是以张面价值 为基础来计量的 好这是计量条件 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计量原则了 首先 甲利满足条件 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那既然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换入自占和换入自占 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 我刚才就讲过了 这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两个都知道 第二种情况是换入我知道 第三种情况是换入不知道换出知道 那都没问题 只要你具有商业实质 那都满足这个条件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两个都知道 两个都知道的情况下 原则上我们以谁呢 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来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这相当于是一种购买法 我购进来的资产 是以什么呢 是以我支付的对价 我的代价是多少 我的成本就是多少 打比方说你买一个 你买一个资产 你买一个车吧 你买一个车花了20万 那这个资产的成本就20万 你花了25万 那你这个成本就是25万 同样的资产 你可能一个人花了20万 另外一个人花了25万 那你花多少钱 成本就是多少 那我们这换入 换进来的资产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 但是 如果你有确凿争取表明 你说我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更为可靠 那更为可靠 那除外 那就按照什么 那就按照换入来算 你换入更可靠 那就以换入 否则我们都以什么 都以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确定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讲的是换入资产的 出使确认金额 第二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损益 你这个资产不是换出去了吗 有一个资产换出去了 换出资产呢 要确认损益 视为销售了 这是购买进来的 换入资产是相当于购买 其实括号一讲的是购买进来的 权一啊 权一讲的是 你购买进来的资产 按什么成本来确定 第二个讲的是换出资产 你相当于终止确认 相当于销售了 转让了 终止确认 要提送一个损益 第二种情况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那这个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就不能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你都不知道是多少怎么算 或者说 虽然两个都知道 但是 就是前面刚刚讲的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为可靠 那更为可靠 那所以应当于 直接就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来 为基础来确定 换进来的资产 它本身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就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与换出资产的扎面价值之间的畅额 确认损益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有可能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不能可靠计量 本来我们是以什么 本来是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算 是不是 不能可靠计量 那自身的公允价值不知道 没法算损益 那怎么办 原则上 这是总体原则 涉及到补价还另外要考虑 原则呢 我们就以换入资产 此时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它的损益 这是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不符合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条件 那就只能以扎面价值为基础来计量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以扎面价值 第一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扎面价值为基础 确定换入资产的处持确认金额 第二 注意了 换出资产是不确认损益的 这是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了 这一块呢 先是掌握总的一个原则 也有同学说 听了都是文字型的东西 有点迷惑 没关系 你先把总的原则大方向搞清楚 等一会后面我们在第三节里面 还会举例子 还会展开 具体来算 这只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 为基础 世界上还要考虑很多细节问题 好 这个到后面我们再展开 下面第三个问题 商业实质的判断 就是刚才讲到 你要以公允价值计量 必须要首先一个条件 要具有商业实质 那问题是 什么情况下 我们认为具有商业实质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其实我们前面好几个章节 都涉及到了商业实质 这个知识点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收入来一章 就讲到收入确认的五项条件 必须要同时满足下列五项条件 才能确认收入 其中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该合同 要具有商业实质 而且在那一章 我们提到了 没有商业实质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是不确认收入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注意 我们在哪一章学习过 长期股权投资 第六章里面讲到 合营方向 合营企业 投出非货币资产 这就是我们前面 做的有一道题 有个选项 那个A选项 有争议的 那那个A选项 它可以按照 本来就是我们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的内容 当时在讲 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这个知识点的手 那就涉及到 投出非货币资产 呗 那么当时讲到了 合营方向 合营企业投出或出售 非货币资产相关损益 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下 不应当确认它的损益 也就是说 这里面其中一个条件 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具有商业实质 是不能确认损益的 这是提到了 商业实质这个问题 给大家归纳一下 这是涉及到第六章 这是第六章里面的内容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 十七章的内容 十七章的内容 收入里面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章 括号三 十五章的内容 注意了啊 十五章的内容 十五章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当时讲到 要确认为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化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话 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可立即出售 第二 出售可及格能发生 这是讲的一个出售 这个出售 包括具有商业实质的 非货民资产交换 也就是这个出售 是管义的 你在理解的时候 不要把它狭义的理解为 就是出售 仅仅是我们平时 所讲的出售 包括 非货民资产交换 它也是 出售 当然前提是 具有商业实质的 非货民资产交换 才算 这是我们前面 相关的章节都牵涉到 具有商业实质 那今天我们才是正式第四个地方 相当于是第四个地方 非货民资产交换里面 正式的给大家介绍 什么叫具有商业实质 括号一 判断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两个条件 只要满足其中一条 这样的非货民资产交换 我们认为是具有商业实质 什么条件呢 第一 换入资产的 未来现金流量 在分险上 时间分布上 或金额上 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在十五章 给大家也举个例子 比如 假公司一项固定资产 与 乙公司一项无形资产 进行交换 这是非货民资产交换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呢 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 这应该是有的 无形资产 它的分险 要比固定资产的分险 要更大 说明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 在分险上 显著不同 那么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说 时间分布上 也有可能 什么叫时间分布呢 该向固定资产 使用寿命是 比如说是 四十年 该向 无形资产呢 是十年 那么未来 两项资产 在未来期间 给企业所带来的 现金流量 在时间分布上 是不一致的 是有显著差别的 显著不同 那么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说金额 未来的现金流量 带来的现金流量 这个金额 可能不一致 那也说明 它具有商业实质 注意了 三个问题 分险上 时间上 或者金额上 只要有一个 显著不同 就认为是 具有商业实质 那要是三个 都不相同 那肯定是了 当然反过来 我要问大家 如果换入资产的 未来现金流量 在分险上 时间上 或金额 三个方面 与换出资产 均相同 则 该向非货民资产 交换 不具有商业实质 这个说法对吧 不对的 那是因为 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可能会满足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说 在不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再进入第二个条件的判断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不要受我刚才讲的影响 我再说一遍 如果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在分险上 时间上 或金额 三个方面 与换出资产均不同 那肯定具有商业实质 反过来说 那如果换出资产的 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在分险上 时间上 或金额 三个方面 与换出资产均相同 则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句话对吗 那是不对的 不一定的 因为还要看第二个条件 是否满足 也许人家满足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这讲的是满足条件之一 你只是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在选择题里面选项 由我刚才所说的第二句话 三个方面 均相同 则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这句话是错误的 还得看人家第二个条件 是否满足 使用换出资产所产生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注意了 第一个条件讲的是现金流量 是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 而第二个条件是 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折现吧 算出现值的 与继续使用换出资产 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不同 第一个条件是 比的是现金流量 第二条件 它比的是 这两项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 都折到今天同一个点上 限制进行比较 如果它俩之间的差额 与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光源价值 相比是重大的 那么 该向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就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我们这一块呢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条件是比什么 比的是限值 那么这个条件在比的手 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是 你要折现 折现 那么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财务管理上的问题 你要折现 一定要 第一个条件是 你得告诉我未来现金流量 那未来现金流量 这请大家注意 必须按照税后的 因为换入和换出 两项资产 涉及了两个企业 这两个企业呢 他们的税率 可能是不相同的 那税率不相同的话 那我们不可比 我们都按照税后的来算 都按照税后的来算 所以这是 现金流量 要按照税后来算 那讲到这个知识点呢 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什么地方在算现金流量 限制的时候 这也是算现金流量限制 我想问大家在什么 哪一张 什么一个知识点里面讲到 我们要计算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时候 不能按照税后现金流量 必须按照 税前的现金流量 大家有印象吗 我们在哪一张涉及到 不能按照税后的 未来现金流量 而必须按照税前的现金流量 今天我们这必须按照税后 第几章呢 第七章 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 我们前面讲过 你得算一下 该项资产 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的金额算出来 金额算出来 在于谁比 与限值进行比较 那不就涉及到限值吗 我们在第七章里面 讲到资产减值 在算限制的时候 你首先要 要计算未来现金流量 那么未来现金流量 我们那是怎么说的 要以 要不考虑什么呢 什么 不考虑哪些因素 考虑哪些因素 我们前面讲到了 就涉及到重组事项了 在第七章 大家有印象 可以把第七章翻一下 那么在那一章里面 就讲到什么问题啊 所得税的影响 所得税的影响 这个所得税 我们应当以 所得税前的 未来现金流量 来进行计算 另外我们在那个地方 还提到一点 折现率 因为你要算限值 肯定涉及到折现率了 这个折现率 也必须是 所得税前的 折现率 这是第七章里面 讲到的 那么今天 把这两个支持点 比较一下 那这儿呢 必须是税后的 那有什么区别呢 在第七章里 这是我们企业内部 我就是我自个儿 我算我的未来 现金流量 然后折现 那对我自个儿来说 我都按照税前来算 但是今天在这一章 是涉及到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企业 就是我前面所说 刚才所讲到的 税率可能不同的 口径不同意的 那我们都必须要 调到税后的来算 好 这是第一点 要注意的一个考点 税后 第二点注意 在算折现率时 一般情况下 我们算折现率 都是按照市场的参与者 咱们有的同学 考财务成本管理的 你考财务成本管理 那个折现率啊 是按照市场的参与者 来算的折现率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不是 我们这个折现率 要按照自身的折现率来算 因为同一项资产 请大家注意啊 同一项资产 对不同的人来说 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 我有需求 我认为他给我带来的回报高一些 那我折现率就高 折现率其实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的回报率 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这个资产 他对他来说 他不相关 所以他认为 那个价值并不高 那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说 他的回报不高 折现率低 所以我们今天在 确定折现率的时候 只能根据自身的 折现率来算 不能按照市场参与者 所以这一块注意 这两点 也就是说 第二个条件里面 在算现值的时候 一 现金流量按照税后的 二 折现率 折现率是根据 自身来确定的折现率 而不能根据 市场参与者来算 好 那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计算未来现金流量 第二条件是 计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这两条件 只要满足其中一条 就认为具有商业实质 如果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那就是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下面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交换涉及的资产类别 与商业实质的关系 企业在判断 非活命资产交换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什么角度呢 资产是否属于 同一类别的 如果不属于同一类别的 那一般来讲 是具有商业实质的 比如以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进行交换 这不是同一个类别的 比较好判断的 如果是同一类别的 那就要麻烦一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看不同类别 一般来说 不同类别的非活命资产 产生经济力的方式不同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固定资产和另外一个 无形资产的未来 它的未来现金流量在分险上 时间上 金额上 很有可能在某个方面 是不相同的 所以比较容易判断 或者说 比如再举个例子 假公司以长期股权投资 和 已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置换 长期股权投资 那它投资的分险要大得多了 比固定资产的分险要大得多 那这两者之间 都是属于不同类别的 比较容易判断 反过来说 如果是同类别的 什么叫同类别呢 都是存货 都是固定资产 都是长期股权投资 比如 举个例子 比较容易理解的 假公司一项固定资产 与已公司另外一项固定资产 进行交换 那你说这个是同类别 都是固定资产 是吧 那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你说它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不一定的 比如 假公司固定资产什么 是设备 已公司固定资产什么 是帮工大楼 那这两个设备和帮工大楼之间 它的风险呢 时间呢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设备 使用连线十年就结束了 这个帮工大楼可能四十年 那么连线可能就不一样 虽然它们都是固定资产 所以 这个呢 相对来讲要复杂一些 要根据前面两个条件的 还是要根据前面两个条件 要综合进行判断 当然有一点提示一下 如果是从事相同经济业务的企业之间 相互交换 具有类似的性质和相等价值的商品 以便在不同地区销售 这种同类别的 这是同类别的 那一般来讲 都是不具有商业实质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第十五章 我在第十五章 给大家举个例子的 那么下面呢 我给大家补充一道例子 说明一下 怎么去理解 这道例子就更好理解刚才这段文字 假石油公司有部分客户 在宜石油公司 石油销售公司所在地 同样的宜公司有一部分客户呢 是在假公司所在地 为了满足两地客户的及时需求 假公司将其相同的型号 容量和价值的石油 供应给乙公司 在假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同样 乙公司也将相同的型号 容量和价值的石油 供应给假公司 在乙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比如 都是98号油 比如说 100吨 然后价值呢 都是一样 价格也相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种交换 是交换 是交换 但是它不需要商业实质 好 这一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好